我们昨天去可可拖海的路上 发现了几个非常不错的景点 第一个就是伊垒木湖 还有可可苏里 还有一个可可拖海镇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准备今天就开车出去玩一玩 我们的车是停在这酒店的后院的 这边的生意实在是太火爆了 来看一下这边亮的床单 全部都是 这边的酒店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基本上是我们来新疆之前的两倍还不止了 所以说我们要赶紧去玩 完了之后去下一个景点 因为住宿实在是承受不起了 那就走吧 我们现在就到可可苏里的大门 但是那边有一个可以上去的栈道 我们想上去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鸟看整个可可苏里里面的景色的 有一点像九曲黄和十八万那种 要爬上去了之后才能够看 这边的风超级大 太阳直晒在身上的时候还好 有点暖洋洋的 如果晒不到太阳的话 感觉就非常的冷 你看我把外套都穿上了 其实实际温度只有十多度 哇塞 幸好这不是高原地区啊 是高原地区的话 这种坡是爬不动的 这里只有海拔一千多 其实海拔一千多是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 很舒服 我们现在来到了班山腰上 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可可苏里 非常的漂亮 两边都是大草地 中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泊 那边还有成片的芦苇林 太不错了 山上风景独好 现在我们下去进里面去看一看 走吧 妈妈哥 门票已经买好了 是28一个人 可可苏里 这里有一个可可苏里景区的介绍 面积有600多平方公里 非常的大 这个景区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海拔有1333米 又称野鸭湖 湖里面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飞禽走兽的 这里走进来果然非常的漂亮 这两边就是一大片的花 以粉色和红色为主的 还有一些白色的花 往前走就到湖边了 非常的近了 这可以近距离地观赏一下湖景 这边就是黄色的花了 一大片黄色的 现在我们走到了湖面之上了 从这里看一下 哇 这个湖水虽然不是很清澈 但是这个风吹起来 这个波纹非常的漂亮啊 一大片一大片的波纹 那边就是芦苇林了 不知道能不能过去 因为这条路是在维修道中 挺绕行的 哇 这下面的水草好多呀 漂亮的哈 真的是漂亮的 往那一边走吧 这里是走不通的 那边应该是可以过去的 不知道有没有路到芦苇林里面去转一转 这里有很多动物的介绍啊 都是这个湖地公园里面存在的 大天鹅 燕笋 这里有仓鹿 还有绿头鸭 这两边都是啊 真围鸭 全部都是水上的动物 还有这种白梅鸭 哇 太多了 这里就到头了 过不去了 然后这里都是蓝的的 那旁边是草的吧 都不是芦苇林这边上 然后这左边那边 全才是真正的 一大片芦苇林 但是它因为是出于生态的保护吧 就把这边封锁了 只能到这边呢 在那里过去可以看一下湖边 那里有个什么车呀 那是干嘛用的 工作人员 骑到湖面上去打扫卫生的吗 有点像哈 有点像一个卫生车 近距离的看一下 哦 确实是啊 脚踏的 哇 那个地方远处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鸭子吧 反正都是水上的动物 至于是哪一个科目的 看不清楚 这里有一个小木屋 还挺精致的 应该是建给鸟下蛋的吧 是吧 嗯 不是吧 我觉得可能是工作人员 藏在里面观察鸟类的 是吗 看这旁边有没有什么介绍 我觉得应该是鸟下蛋的工作人员 看到了 是个配便箱 右边我们逛呢 非常的漂亮 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鸭子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到左边去看一看 左边呢 前面好像可以划船的 如果可以去租个船到这湖面上去划一划的话 近距离的接受一下这种野生动物的话 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这里还有一个稻草人 修的真的很奇怪 是米老鼠的形象 他手里面还比了一个耶 我觉得走在这里真的有一种童话世界的感觉 美得有点不真实啊 哇 快到了 这里就是乘船码头了 就在这边上 马上就可以去坐船了 走吧 妈妈哥 我们去坐船 走在这上面还挺舒服的 挺有弹性的 别跳别跳 我觉得感觉像水上飘 有软绵绵的 对呀 我也觉得 哎呀 没事吧 跳不坏吧 这么大一个浮桥 小心点 我跳两下就把它跳坏了的话 那这个也太脆弱了吧 哇 这些船挺漂亮的 全部都是黄色的 粉色的塑料船 你好 可以坐船吗 我们不是了 你们不是这里的吗 我们在出租的 哦 这不是出租的船 这些船就可以坐了 这些船是可以坐的吗 找那边去客人 哦 要在了前面去买票是吧 对 可以 哦 你们是在这里休息是吧 我们在这边去客人 哦 好的 好的 打扰了 要在前面去 那去前面找一找吧 找了半天 我们都没有找到在哪里 可以买乘船的票 加上那里有消防战士 在那里训练 我们就放弃了 正好毛毛哥恶惨呢 出来给他泡个面 他吃大桶的 我吃小桶的 加点这个辣酱啊 都快没有了 明天去超市买一点 没有辣的完全不行 到了这边 天天都想吃辣椒 但是这边的辣椒不够辣 我们买的这个保温杯 真的挺好的呀 淘宝上买的 好像一百多块钱吧 这个水烧开了之后 感觉24小时都不会降温 真的挺保温的 我们准备去野外游的时候 就带上它 有开水走哪里都不怕 对吧 泡面的能力还挺行 好像能装两身水吧 毛毛哥现在在给我们切香蜜瓜 这个瓜是我们从乌鲁木齐带过来的 一直没吃三块钱一个 因为太甜了 这个甜到厚这个瓜 所以说我们放了好久 其实这个瓜长得挺像哈密瓜的 但是味道不一样 非常的甜 这个香蜜瓜呀 味道有一点像香瓜 但是比香瓜甜的很多 真的有一点甜到厚的那种感觉 就饿了感觉什么都好香哦 吃一个味化饼一下 这个味化饼拿来蘸这个方便面的汤 挺好吃的 哇这边天都太大了 太阳把这个味化饼都晒化了 蘸一下蘸一下 嗯 嗯好吃的 真的好吃 妈妈哥你也吃嘛 你也吃了哈 别拍了 比如说 咱们第五薪 你这样 Fraktion 你征判的